张华县政府29日在花坛全国丽园大饭店举办 105年度劳动节模范劳工表扬大会 进一职场安全健康周活动 由县长魏明谷颁奖表扬400位基优模范劳工 10位生长模范劳工及10位外劳模范劳工 肯定受奖的杰出劳工 我们职场上的表现都不够获得肯定 所以今天基础很表扬 我们有些人在系列里面 有些人在职业工会里面 有些人在工业区里面会见的 那我们今天有10百位受奖的劳动朋友们 现代人比较缺少运动 足力按摩可以促进身体血液循环 刚好我们在这个区块的话 可以帮助客人做一些 身体上不舒服的一些治疗 在这场的成就感 看到每个人都很幸福的结婚 就觉得很快乐 那也可以看到新娘子很漂亮的出嫁 那心里面就感到无比的欣慰 彰化县政府今年首创表扬外籍模范劳工 展现重视劳动人权 是不分国际 一律平等的精神 为县长感谢每位劳工 为国家创造产业与经济奇迹 县福也致力保障劳工权益 期望劳工朋友都能安心工作 让彰化成为一个安居乐业的程序 工艺频道江华云花坛采访报道